好,大家好,我是來自水務署的工程師,我叫做李家健 今天我們的講題會分四部份 頭三部份都會由我負責的 分別是會講食水的供應系統 以及會講一點關於我們的工程 接著會講一個沙田濾水廠的濾水流程 到最後,今天的其中一個主題 數字聯生就會由我們的駐地埔工程師李古駱小姐負責 從一開始我們不如輕輕地講一講 我們的食水供應系統的情況 我想這張圖大家很多時候都會見過 其實我們香港的食水供應主要是來自兩個大的源頭 分別是我們本港的本地雜水 我們的本地雜水 以及來自我們的東江水 本地雜水和東江水 來到我們香港收集之後 第一站就會首先去我們的濾水廠進行過濾 過濾完成之後的水 是否直接去到大家的家 其實還未那麼快 我們類似水廠出來處理的水 首先通常都會去到儲配水庫 去到配水庫之後 再由我們的網絡工商系統 去到不同的配水庫 有需要的話會去到一些抽水站 接著再由這些配水庫供應到我們家 是很奇怪的 講完香港的工商系統 講講沙田濾水庄南總重置工程的一些資料 一開始的時候 不如給大家一些資料 其實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運作中的濾水廠 大大小小 大約有二十個 遍布全港每一個地區 在途中看到的 就是我們現在現有濾水廠 運作中的濾水廠的位置 其中位於顯徑的沙田濾水廠 就是全港最大的濾水廠 它的供應範圍 雖然它的位置在沙田 但供應的水 不僅在沙田的居民 供水的範圍 在沙田 甚至九龍東、九龍西 以及香港的中西部 其實都是由沙田濾水廠供水的 沙田濾水廠 分為南北兩廠 其實是兩個 接近可以完全獨立的濾水設施 在途中下面 南廠的部分 其實在1964年已經落成了 它的處理量 它的濾水量 是每日三十六萬立方米 以當時每人每日 用一百三十七公升的水來計算 當時的濾水廠 只是南廠 它已經可以為當時 一百萬人提供倒影夢水 而這個數字 大約是當時的 全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一 隨著人口的增長 以及社會的發展 沙田濾水廠在70年代 就開始進行擴建 並在1983年就完成 落成了今天的筆廠 即是圖中上部份的地方 南廠和北廠加起來之後 每日的濾水量 可以高達122萬立方米 為今日全香港的三分之一人口 提供了優質的飲用稅 但剛才也提及過 南廠由1964年開始運作 計算到今天 已經運作超過50年 經過這麼多年的運作 其實濾水廠的設備 都開始奴化 加上有科技進步這些因素 水務處決定在原地重置 什麼是原地重置呢 包括55萬立方米 整個工程 大約耗資70萬港元 並在2020年的8月已經展開 與其2026年員工 工程都開展了三年多 其實都相當艱鉅 因為工程到現在大約三年左右 我們初一年要將南廠和北廠 好像做一個手術一樣 雖然南北兩個廠是一個 接近獨立的廠 但有些部分都是相連的 現在我們南廠重置這個工程 其實就要將南廠拆置重置 但又不可以影響北廠的濾水運作 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用了一年時間 去將南廠和北廠完全分開 當南廠關閉開始拆開的時候 北廠至今時也是 都依然運作為我們香港提供食水 我們第二年就開始進入一些拆卸 拆卸一些現有設施的工序 為期大約都要用了一年時間 然後其實你看到下面的範圍也相當大的 我們裡面牽涉了 要有六棟大的建築物要建 我們在這個工程裡 我們就在這裡畫了一個超級巨型的大洞 在同一時間建這六棟的建築物 所以在化學的工程裡 大約花了我們接近一年的時間 到了今時今日為止 我們的工程已經開始 慢慢慢慢將這六棟建築物 慢慢逐步逐步建立上來 在這宗工程裡 水務署就作為這個工程裡的業主 而我們也拼請了一間顧問公司 就是AECOM 作為我們的顧問公司 幫我們去設計和監測整個工程 我們的成建商就是安樂、俊鳴、明興三間公司的聯營公司 在重置的藍廠設施裡 包括將來會有一個臭氧流 一些新的濾水設施 以及一些先進的濾水技術 接下來就有段片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沙田藍廠原地重置工程的片段 沙田濾水廠南廠原地重置工程 是為了提升南廠濾水的能力 以及更新濾水設施 南廠的濾水流程 採用了斬新的技術 例如以斜板沉澱作為澄清過程 過程中 水會由底向上流經斜板 而雜質會因重力而向下沉 再由刮泥板帶走 低壓、高輸出的紫外線消毒系統 也是首次應用於水務署核下的濾水廠 經過兩階段過濾後 水會進入紫外線反應器 反應器內的燈管會釋放 波長254納米的紫外光 從而滅活90%的病毒 例如引包紫蟲 另外 濾水流程控制自動化 也是設計特色之一 有別於傳統人手投約控制 自動化系統會利用大數據分析原水水質 控制投約系統反應 並自動調節運行參數 令水廠運作更順暢 更有效應對原水水質的變化 另外項目採用了創新的合約模式 即是新工程合約 以響應建造業2.0 當中包括了三個主要元素 創新、專業化以及年輕化 並建立一個以互信同合作為基礎的團隊 由水務署、護問公司 和成建商共同組成 除了主要重置工程外 合約還包括建造工地主辦公室 MIC辦公室 由顧問公司和成建商共同使用 智能安全室有助於實現數碼化項目管理 透過智能安全監察系統 團隊不僅可以監督工程進度 還可以收集有關排放、噪音 和微氣候等數據進行分析 以制定應對突發事件的解決方案 確保工地安全 好,接下來我們就講講沙田藍廠的淚水過程 在講我們的淚水技術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 究竟我們沙田淚水廠的淚水是來自哪裏 淚水是什麽呢 大家聽到是淚水事件的淚水 不是,淚水是指一些未經處理的淚水 好像一開始我講 我們香港的供水系統那裏 其實香港的用水是來自本地的雜水和東江水 在這裏我們再點細分 其中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來源就是東江水 東江水先會來到我們香港的木湖泵房 最後木湖泵房泵到不同的淚水廠 當日如果淚水廠處理不了那麽多水的時候 也會運到不同的水塘裡儲存 我們其中第二個也是主要的水來源就是蔓延水庫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東江水給我們的供應時間 其實不是一年365天的 我們其實每年會預留一個月 給東江水系統進行維修 所以每年都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是用本地水塘的水 無論各大水廠都是 都會用我們水塘的水 蔓延水負責是我們沙田淚水廠主要的 這個月的水的來源 第三就是船灣淡水湖 船灣淡水湖和蔓延水庫 其實是全香港最大的兩個水庫 這兩個水庫的水用量 加起來已經等於我們全香港儲水量的八成 除了蔓延水庫之外 船灣淡水湖和蔓延水庫也會在一些不同的時間 可能水質覺得它調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船灣淡水湖的水 在沙田淡水湖附近也有一個夏成門水塘 夏成門水塘也是我們一個主要的沿水來源 最後就是雨水雜水區 它的意思就是 我們雜水區收到的水 一般來說都會運到水塘 但也有部份地方 因為它較近一些淡水廠 在那些雜水區收集到的雨水 就會直接到輪近淡水廠 開始盡量處理 就是因為我們這間淡水廠 應該不是每間淡水廠都是這樣的 沙田淡水廠比較特別 它的原水比較多元化 多元化意味著水裡的質素各有不同 所以我們在沙田藍廠的處理技術 我們對它有一定的要求 接著就開始說一下沙田藍廠重置完 原來我們新的廠房 我們的淡水過程會如何 一開始 水就會來到我們藍廠的前期臭氧接觸池 在這個前期臭氧接觸池裡 我們會加入臭氧去氧化水裡的鐵和鰻 鐵和鰻這兩種物質 其實在河裡是一種很常見的金屬 如果我們不除去這些物質 其實這些物質會積聚在我們淡水廠裡的基件 甚至在一些喉管裡 就像在柚圖裡 大家看到一幅圖那樣 管壁已經黏滿了東西 這樣不單止對我們的淡水設備 做出一定的損耗 它也會令到我們處理出來的食水 顏色會帶一些啡黃和鐵鏽的味道 下一步的水就會去到我們下一個快速攪拌池 其實我們去完前期接觸池之後 我們初期看下去的水其實是相當乾淨的 我們看下去就以為好像沒有什麼雜質 但是我們有很多浮飲 其實我們是玉眼未必見得到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來到這個快速攪拌池 在這裡我們會加入明凡和熟石灰 為什麼要加入這件事呢 其實明凡的作用就是把一些物質 表面的電落去改變它 令到它們異性相吸 這些雜質就會容易黏在一起 產生一個凝結的作用 令到它們更加容易沉澱 為什麼我們也要加入明凡呢 因為明凡其實是帶鹼性的 而剛才提到我們會 我們加入明凡之後 其實水會變得酸 所以我們要加入熟石灰 調節酸鹼度 方便之後的沉澱過程 加完熟石灰和明凡之後 水就會來到我們的水營及沉澱池 在說之前大家看看那四杯水 其實第一杯水是加入了明凡和熟石灰之後的情況 未加之前反而看下去是比較清澈的 加了明凡和熟石灰之後 為什麼看下去會變軸呢 就是因為水裡的雜質開始凝聚 凝聚到我們用肉眼看到的程度 來到這個水營及沉澱池 我們又做了什麼呢 在這個水營中 我們會加入一些聚電解質 去加速雜質的凝聚 形成一些更大的粒子 其實加完之後 慢慢就會變成第二杯水 這第二杯水的水 就會慢慢去到後段少少的沉澱池 即是上圖看到斜板這個地方 來到這裡水就會開始沉澱 大粒的沉澱物就會落到池底 就像第三杯水 第二和第三杯水的分別就是放了一會兒 因為大粒了沉澱物 它會自動沉澱到下面 就像剛才所說的那幅沉澱池圖 下面的啡色部分就像這個杯子下面的部分 沉澱物就會落到下面 經由另外一些地方排走 最後上面的水 乾淨的水質 已經去到第四杯水的乾淨程度 然後水就會來到我們的中期臭氧接觸池 通過臭氧我們會把水裡的有機物 轉化成一些被細菌可以分解到的有機物 以變之後的過濾 然後水就會來到我們的第一階段過濾池 第一階段過濾池 或者我們用另一個容易大家明白的名字 它是一個生物的過濾池 在這個生物的過濾池裡 其實它有一些無煙煤 那些無煙煤上面就會有一些細菌 它會透過一個消化作用去去除水裡的阿摩尼亞和有機物 既然叫細菌去做 其實這些都是它的一部份食物 但隨著水質 因為有不同的變化 水裡的有機物和阿摩尼亞的含量可能不同 我們要維持這些細菌的工作 要它們幫忙做事 其實我們中間也會加入一些養分 讓它們像一種食物一樣養住它們 除去阿摩尼亞和有機物之後 這些水就會去到第二階段的過濾池 第二階段的過濾池 我們用另一個名字去容易理解 就是一些火粒的過濾池 來到這裡 其實它們會利用一些活性炭 沙石那類的東西 它將水裡剩下的原浮物 微粒再進一步把它隔離 接著過濾的水就會來到紫外線消毒池 其實是水務處第一個濾水廠 這個沙田藍廠是第一個濾水廠 會採用這個設備為我們的水消毒 我們採用了一個低壓高輸出的紫外光燈 它的好處就是比較高效率 紫外光燈會釋放波長254納米的紫外光 當中它的能量可以破壞病毒 例如引包子蟲的DNA結構 從而做到一個消毒的作用 當食水出廠之前 我們再會加入六氣 作為二次消毒 它會確保我們在供水系統 期間有一定的消毒作用 為什麼呢?為什麼消毒又要再消毒呢? 因為紫外光燈即時做了一個殺菌作用 但是水離開了我們的濾水廠之後 其實會進入我們的水管系統 分配到不同的用戶 直至到大家的水光 家裡的天台水光之前 其實經過這麼長的喉管 我們都很難確保裡面沒有細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什麼辦法呢? 於是我們就加入了一些濾水 在它出廠的時候加入濾水 經過計算之後 這些濾水一直會維持在水裡 直至到大家的天台水光 應該就差不多慢慢會消毒 所以為什麼我們香港的食水 來到大家的家裡的時候 我們也建議大家先煲滾 除了殺菌其中一個更加主要的原因 就是透過煲滾我們的食水 就可以將成餘的氯氣都排走了 除了氯氣之外 我想大家都清楚 其實我們的食水 最後也會加入一些枯化物 去保護牙齒 我想小朋友一定很清楚 加入枯化物去保護牙齒 最後處理完加入所有的這些物質之後 水就會分配到大家的家裡 以下時間就是數字聯生 交給我的同事李奎樂小姐 謝謝 Hello 大家好 我是水務處住工地工程師李奎樂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講解 關於數字聯生的部分 數字聯生跟大家講一些歷史 其實它的初形是可以追溯到1970年 阿波羅13號的登月任務 當時三個太空人 在距離地球322公里的時候 太空船發生故障 氧氣缸爆炸 導致氧氣外洩不但 還損毀了主引擎 但是太空人沒有辦法走出窗外面 去監察情況或者做緊急維修 那他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唯有就是靠地面的控制中心 維持著太空船和地面之間的溝通 去實時接收他們太空船的操作參數和情況 再透過日常用來做太空人訓練的一個模擬器 模擬器裏面就是一些電腦的演算和一些模擬的情況 透過收集實時在太空船裏面的參數 再模擬他們的船的狀況 於是乎就成功解決了太空船裏面的一個危險的情況 就帶了三位太空人回地球 去到2019年 美國水廠協會發佈了一篇 以數字聯生下一代的濾水技術為題的文章 探討數字聯生 應用在濾水基建的可行性 並且用聖地牙膏的一間濾水廠來做例子 提出可以收集濾水廠運行的參數 在一個虛擬環境下建立一個同樣的濾水廠 就像一個濾水廠的媽生兄弟姐妹一樣 在電腦裏面進行一些情境模擬 甚至建立一個基礎的操作模型 到實際濾水廠走廠的時候 就會透過持續收集這間廠的運作數據 去校正和優化電腦裏面的模型 要令電腦裏面的聯生系統 懂得給反應和持續去優化 我們需要在現實世界裏面安裝一些儀器 例如一些水質分析儀 去監察運作參數和傳訊這個聯生系統 即是電腦裏面的媽生兄弟 用電腦去模擬一個濾水廠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正正可以為工程師和操作人員 提供一個平台去測試系統 而免於對實際供水造成影響 到底這些好處 我們如何應用在我們的濾水科技裏面呢? 水務處選擇了沙田做一個視點 但因為剛才我們也提到 藍廠現在在建造的階段 所以我們選擇了北廠來做視點 也就是沙田淚水廠、北廠的數字聯生先渡計劃 先渡計劃選擇了幾個在北廠的化學投放系統 包括剛才提到的命凡、後灰和窟 測試系統 我們可以測試這個系統 可否模擬過往的人手操作模式 以及可應用在將來藍廠設計上的可行性 在講解先渡計劃的設計概念前 我們可以先看看 傳統化學物投放系統的一個運作模式 我們用冥凡來做例子 淚水廠的化驗師每天會先抽取原水的樣本 即是水版來做化驗 化驗是化驗的甚麼呢 其實就是進行一個燒杯實驗去決定 冥凡所需要的劑量 所謂燒杯實驗就像大家片段看到一樣 化驗師會將水版放入不同的燒杯裏 然後加入不同劑量的冥凡 另外亦會控制每個燒杯有獨立的運作參數 除了劑量之外也有攪拌器的串觸 然後就會量度每個燒杯出來的混濁度、顏色、酸鹼值等的參數 找出最適合的設定 然後通知操作人員去調整冥凡的頭配劑量 濾水廠的化學品一般是由外部運送粉劑到廠 去到廠裡之後就會透過不同的濾水設備 或者是投放設備去處理 最後將這些粉劑變成溶液才會溶 而在這個轉化的過程 需要嚴密監測才可以投配這些化學劑 要確保他們的品質 例如是濃度、溫度、混合的速度等等 同時亦要監測設備的狀態 就像大家中間看到的電腦畫面一樣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設備參數 例如是頭配泵的狀態、速度、壓力等等 這些也要同時有操作人員去監測的狀態 確保運作正常 容液準備好之後 就會由頭配泵送到去落藥的地方 頭配泵的操作 亦是對操作人員有一定的經驗要求 例如要設定廠的流量、泵流量、 PID控制系統參數的反應等等 這些設定雖然依靠操作人員的經驗 但是他們控制參數的正確性 亦是對於水質的變化反應有決定性的影響 說完傳統的部分 我們看看先渡計劃中的設計概念 先渡計劃中 我們會利用儀器去持續實時收集水質的資訊 例如宣減值、混逐度、減性程度等等 之後就會傳訊到雷水廠的主控制系統 而這個控制系統 就會將這些資訊 連同實時的頭配系統運作的參數 一併傳訊到新的先渡計劃本地伺服器 然後建立一個回歸模型 就像左下方的圖表一樣 其實這個圖表是表示了化學劑量和水質之間的一個關係 一個演算的方法 這個模型就會建基於過去的一段時間 例如一個月的運作參數 以一個移動平均的概念去應對水質的變化 告訴操作人員到底要下多少名法 然後模型就會根據實時的來水水質 去建議操作人員所需要的化學劑量 這個系統的伺服器就會指示投藥泵 或者是投配系統去怎樣運作 到底要下多少藥 最後下藥之後 我們也會有水質的分析儀器 實時將水質的參數去反規 令到系統可以按反應去自動校正回歸模型 即是左下角剛才說的圖表 是會不斷地根據水質的實時狀況去更新的 作為一個先導計劃 我們的測試準則自然就是北廠的出水水質 明白後灰和窟分別會影響沉澱過後和食水的水質 所以我們根據世衛的標準和過往的操作經驗 訂立了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幾個標準 並且要求在測試期間最少有95%的時間要符合 大家眼前這個就是先導計劃的主控制介面 中間的部分就是北廠的濾水流程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紅色圈起的部分 就是明凡的投配系統 同時也會顯示實時的劑量 運作數據等等的資訊 下面綠色部分的字就是實時的水艙流量和水質數據 另外這個就是在濾水流程下游的部分 就會顯示到後灰和窟的投配系統的運作情況 在剛才說的運作數據收集後 系統就會建立這個所謂的回歸模型 以明凡為例 系統就會收集在過去一個月之內的數據演算 就可以捕捉到水質在過去一個月之內的改變 這個會包含什麼呢 可能是季節性的轉變 或者是水源轉換等等 圖中我們看到有部分的數據是比較散落的 這些散落的數據可能是基於一些儀器的閃跳 或者是一些比較罕見的情況 也偏離了主運作模式 這些數據在運算或者演算這個回歸模型的時候 就不會立入考慮了 最後綠色這條線得出的就是那個回歸模型 也就是那個明凡劑量和水質的關係 最後控制系統就會透過這個模型 去建議操作人員要落多少明凡 也就是那個發酵物的劑量 我們的先導計劃 在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 分階段測試了明凡、後灰和佛的頭配系統 我們看到明凡在測試期間 藍色線的建議投約量和橙色線的實際操作量 都非常相近 其實相差最多都是正負30%以來 偶爾我們會看到 建議數值稍微高於實際操作 我們團隊在研究過後 就認為這是可能因為當時 未考慮到水的減成程度 所導致 設計上是有改善的空間 但我們也會看回整體的水質表現 整體的水質表現都很令人滿意 因為明凡會影響沉澱後的水混濁度 而剛才我們在收貨標準裏 也定了是不能超過兩個NTU 即逐度不能超過兩個NTU 但可以看到大部份時間 也只是0.5 代表什麼? 代表的是現在系統的表現 比預期做得環繞好 我們看看後悔的情況 其實大致上 它的建議投約量和實際操作也很接近 當然大家看到後面 可能有些偶爾的通訊問題 但我們去看水質的表現 其實它的影響不太大 後悔會影響水質 即最後出水的酸鹼值 我們的要求是 在兩條綠色線之間 即酸鹼值達到8.2至8.8之間的微減狀態 在測試期間 有超過97%的時間符合標準 當然我們也看到 圖上圈起了 有少部分時間會跌穿最低的要求 我們經過調查後 我們發現這個 其實是源於反貴循環 部分的PID控制參數 在設定上有少許問題 令到系統反應的速度有點慢 但這個在經過調節後也改善了 至於凸 在建議投藥量和實際操作 大部分情況下都很相約 我們中間圈起了三個位置 看上去好像差很遠 其實是因為投配泵和喉管 運作了一段時間後 就要加水沖洗 就是避免累積未完全溶解的窟 因為窟在不同的溫度下 他們的溶解度有所不同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 窟有機會會積聚在喉管裡 我們需要頂時沖洗 在沖洗期間 我們會用水沖洗 但因為這些水 令系統解毒成為 以為增加了窟的流量 同樣道理 食水中的窟 亦會因為剛才提及的沖洗過程 其實會有短暫的下降 但針對沖洗程序 我們團隊建議可以加入 一個自動偵測反沖洗的感應程序 令系統可以忽略反沖洗期間的數據 整體而言 仍然有超過98%的時間 是符合我們的出水標準的 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分享 我們認為數字聯生是一個很可行的方法 去將頭配系統自動化 雖然有部分我們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 不過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優化之後 就可以更加原備地應用 在我們藍廠的頭藥系統設計 甚至擴展到其他的濾水流程 我們今天的分享來到此處 今日的分享就到此 regardez 歡迎收看